这里是军女文化大视野 抗战胜利70周年特别节目 画卷里的记忆 让我们重回70年前的历史 让我们重回70年前的战场 让我们重温70年前的历史 打开一幅画卷 你会被震撼 你会被看得到 美术作品 凝固历史 却飞扬起中国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走进军旅文化 文化大视野 我是周伟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我们军旅文化大视野 推出了特别节目 炮火中前进 今天是我们的又一个新的篇章 画卷里的记忆 今天我们透过画卷 关注抗战期间的中国军人 中国军人在地域外来侵略时 他们中间涌现出众多英别 不仅在教科书里让后人时刻铭记 也是画卷里的英雄 如今 当我们这些后人 站在画作前 与英雄对视 屏住呼吸 深深震撼 今天的节目 我们精选几幅渗透纸背的 仲裁之下的英雄画作 寻着他们的足迹 从北京出发 北上东北 去到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 寻防东北抗连 抵抗日本侵略的英雄故事 好观众朋友们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 居里文化大使的特别节目 炮火中前进 找寻画卷里的记忆 继续迎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美术系副主任刘权毅老师 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张旗老师 欢迎二位 刘权毅 解放军艺术学院 美术系副主任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张旗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常务副秘书长 代表著作有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 历史选择 长征中的红军领袖等 通过两期的这个交谈 我们也是越来越熟识了 两位老师从不同的层面 都给我们传播了很多的 这个绘画知识和历史知识 那么前两期呢 我们通过画卷 找寻了百姓的这个一个流亡失所的状态 我们也揭露了日军侵华的这样一个罪行 那么今天呢 我们聚焦到我们的抗日将士 我们绘画作品中有很多是表现这样一个题材的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找寻在白山黑水之间 在那片黑土地上的一座纪念碑 来讲述英烈的故事 这座纪念碑就在八位烈士投江的山坡上 1982年10月建成 碑文正面刻着抗连老战士陈雷的手术 八女英魂光照千秋 纪念碑所在的山坡下面 有一条河川流不息 这正是八位烈士为祖国的解放事业 献出宝贵生命的乌丝混合 那是在1938年的10月 东北抗日联军大部队在几日奔袭后 遭到日军突袭 抗日联军五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等的八密通知 本来躲过了日军的搜索 但从后面突袭日军 为的是吸引敌人的火力保全大部队 这八位烈士最终被隔断在乌丝混合河边 当时他后面就是追来的敌人 前面就是骨头的江河 所以当时冷云就率的八密战士 依然就跳入了江中 陷入他们非常年轻的舍利 当时冷云牺牲的时候 这二十五岁 那么在这八密女战士当中 是一生最小的一位小战士 只有十三岁 八位女战士英勇投江的壮烈一幕 也深深地定格在了东北画家王胜烈的心中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馆内珍藏着这幅王胜烈 在1957年创作完成的八女投江 这位在画作前驻足宁梦的人 是王胜烈的儿子王铁牛先生 他父亲的这幅画将一个瞬间定格 将八位女战士的形象如风碑般刻画了出来 我想这个事件本身 我父亲用他心目当中这些英雄的形象 用他的艺术劳动创作了这件作品 在人们的心目当中 八女投江的形象 已经与他的这件作品已经融为一体 金字塔式的人物布局 犹如雕塑般英雄人物的塑造 细腻的笔触使得这幅八女投江 成为了人物画历史上画时代的著作 全画既是一个场景 八女投江 但是全画应该说有个很宽阔的视野 可以说还原了在线和表现了一个历史 重要事件的这样一种美学的特质 那么在这样画面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艺术家对于真实的一种理解 并不是说是要真实在线当时候的场景 这种真实实际上是对英雄形象的一种真实的理解 八女投江 这是我小时候通过各个渠道都熟知的一个英雄集体的形象 不管是电影 不管是小说 包括小朋友阅读的小人书 都有这样的一个试点的描写和人物的描写 那么从这期念碑呢 我们也看到了这幅画作 八女投江 首先还是请留老师从专业的角度 跟我们来解读一下这幅作品 八女投江呢 是王生烈先生50年代 创作的一幅经典作品 当时呢 这张作品在全国影响很大 尤其在美术界影响很大 因为这种中国协议水墨的那种方式 来掺试历史题材 战争题材 在之前也很少见 所以说他也是开创了一个用中国画的形式表现历史下的一个鲜河 八女投江这个故事呢 它是一个真实发生在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事 他们背后就是敌人 前面就是湍急的河流 他们已经没有选择了 要么做敌人的俘虏 要么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 当时冷云坚密地说 我们是共产党人 我们是抗联战士 我们宁死不做亡国奴 我们为抗击日军牺牲 死得其所 死得光荣 在他的鼓动下 大家一起就往河中央走 而且他们的生命的付出 确实换来了大部队的转移 所以他们真的是死得其所 这幅画哪些细节您记忆特别深刻 我感觉最抓人的还是眼神 眼神 那种愤怒的眼神 尤其是他靠近中间 画面中间 回头在射击的那个女战士 那种眼神 能感觉到当时那种场景的那种严峻和残酷 和那种不畏牺牲的这种精神 我也是老早就看过这幅画 从青少年时期吧 就有这种初衷 当然我也是 已经做了奶奶 我这小孙子一岁 我就会告诉他 你今天生活这么幸福 这么快乐 但是在七十多年前 有八个大姐姐 为了你们今天 他们毅然的走向河流 不惧死亡 后面是敌人的追兵 所以要永远记住他们 要学习他们的精神 就是要珍惜今天的幸福 同时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为中华民族啊 为国家利益啊 为人民有用的人 我相信有这样的奶奶 来给小孙子来讲述这样的故事 我们的后代 永远会记住革命宪恋 这样让人感动的 这些一个英雄的壮举 他们也会知道 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 怎么来珍惜今天 来开创明天 好了 看来大家对这个八女团团故事 非常的熟悉了 那毕竟是七十多年前 发生的事情 我不知道王先生 在这样一个和平年代 创作这样一个历史题材 一个战争题材 一个军事题材 它是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初衷 和思想感情 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这幅《八女头江》 创作于1957年 那一年 画家王生烈先生年仅34岁 所有人发出好奇的提问 一个如此年轻的艺术家 为什么会有如此令人称道的创作呢 其实 出生于1923年的王胜烈先生 在八位烈士头江那年 已经15岁了 这样一算 我们就会知道 王胜烈经历过那段黑暗的 当亡国奴的日子 我父亲这一代人 出生成长 都经历了这个中华民族 最黑暗最苦难的一段岁月 大家都知道 九一八事变 是在沈阳 那个时候我们家就在沈阳的郊区 他八岁的时候就经历了 九一八事变 后来东北就沦陷了 在他心目当中的那样的一种 民族游汉意识 我想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提不得到 那种内心的压抑 和作为一个中国人 所受到的那种奴役 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情感 和这样的一种感受 实际上都是深埋着心底的 这份深埋在心底的记忆 是如何邂逅了一个 一触即发的契机呢 那要从1948年说起 那时候的王胜烈 在东北行政学院美术系工作 偶然间听到一位 抗联领导人介绍英雄事迹 他第一次听到了 八女投江的英雄故事 这一下子打开了他 还提示的惨痛经历 那些不想回首 但又无法抹去的痛 重新真真切切的涌现出来 当时我父亲就是 一切就是非常的兴奋 激动 作为一个画家 他就非常想把这样的一个英雄事迹 和中国人民抗争这种日本帝国主义 这样的一种现身精神 一种英雄主义的一种民族气概 怎么能通过绘画来表现 实际上他一直是在酝酿这些方式 而酝酿的过程并不轻松 自己虽有切身的经历 但是具体到纸上如何设计具象的人物 必须到历史中去追寻 王胜烈开始专注研究历史资料 在一页页的文字之中 通过画家的眼睛 他已经看到了这八位烈士的身影 在这幅作品里 这八位女战士居然有三种颜色的上衣 这是什么原因呢 画面最右边的举枪射击的女战士 头上的帽子也与众不同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都暗藏着王胜烈暗投研究的成果 抗天的这些战士 这些服装 当时虽然是自己缝制的 但是也好多也是缴和日本的 那个满洲国所的一些装备 所以他穿的衣服 他也是比较不是很统一的 就是他能把这样的一个 真实的历史事件 通过这样一件作品 生动的再现出来 而且这些所有的形象都是可信的 都是让人们一看着这些形象 就会感受到那样一个时代 那样的一个战斗情景 紧张 而且悲壮 有了具体形象 王胜烈在1956年开始下笔 第二年就完成了创作 说起来这幅剧作 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但王胜烈却说 这幅画他创作了三十年 我父亲活的时候就跟我们讲 他这件作品 他创作了三十年 他通过这件作品 他把它积压在内心深处的 三十年的这样的一种 货恨加仇 他做一个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那种 对民族威王 对中华民族那样的苦难的历程的 也就是分起抗争都投入到这件作品 看到这幅八女投江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 是位于画面最高处的这位女战士 她叫冷云 是带头人 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 这一刻的定格 王胜烈把她的坚弈的性格 视似如归的精神 深刻的刻画了出来 她的形象是处在这个画面的最高的位置 整个画面一个非常经典的构图 那种聚散的关系 缩密的关系 画面节奏的把握 像音乐一样 我想就今天的视角来看 那么这幅作品 在整个中国画的水墨人物画的创作中 也是一个十分值得去研究去学习的经验 看完这个短片明白了 王先生是在一年时间画出了 积压在心中的三十年的国恨家仇 之前我们介绍的很多抗战题材作品 都是在抗战时期间 那么王先生在建国以后 在抗战时期 那么从您专业这个角度来看 这两个时期 他创作的这个画的风格 有什么区别没有 从本质上来讲 区别不是很大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五六十年那些画家 他都亲身经历过解放前那种苦难和战争 都有那种切身的体会 都有 所以他在把握起这种题材来讲的话 他可能就比没有经历过的要方便 所以基于这种原因 那种感受应该是一样 感受应该是 对 王先生据说是先是用素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然后再通过上色再搬到这个宣纸上 是吧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 它有什么独到之处吗 一般像就是创作历史题材或重大题材 创作方法一般都是这种情况 先有自己有一个小的创作构图草图 然后根据草图再画大的素描稿 素描稿是为了把人物形象神情刻画得更准确 精到到位 就是把握好这种大的人物比例结构 就是说你这素描稿等于就是你正稿的一个底稿 刚才张老师跟我们讲述 巴女头江这个几位抗连女战士的时候 反复提到了他们这样一个指挥员冷云 冷云是怎样的一位抗连战士 冷云在这个918事变之前 曾经是师范的学生 918事变以后他加入了中国武汉党 1938年的时候他受组织的派遣 他就参加了抗连的部队 西征之前他的丈夫刚刚牺牲 而且他刚刚有一个孩子 他含着自己的这种痛苦 他毅然的参加了西征 我觉得他在巴女头江中 他是一个主心部 而且他起到了一个指挥员的作用 他拜领这群年轻的姑娘 走向了河流 当然也走向了生命的最高点 这是体现了东美抗连中 我们中国共产党员的这种 先锋士卒的这种作用 冷云确实是这样一个出色的代表 是什么契机让王胜烈先生 七十高龄再次创作新版巴女头江 同样八位英雄 一个是年轻气盛之作 一个是笔法成熟老辣 马上对比呈现 那么王胜烈老师呢 也是怀扯着这样的一种情感 也不止一次的创作过这样的一个题材作品 巴女头江 我们的奢侈组来到918建议馆的时候 发现了那里收藏了一幅 这个大尺寸的巴女头江 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先后几次创作同一个题材呢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这里就是918历史博物馆 如今已是馆长助理的崔俊国 在这里工作已经近二十年了 纪念馆里的展厅设施 他最熟悉不过了 但是有一个地方 是他每次经过都要停下来助理一会儿的 就在这儿 在这幅画前 这幅作品就是那幅大尺寸的巴女头江 这是1998年博物馆扩建时 王胜烈先生再次绘制完成的 另一个版本的巴女头江 在1999年 年初呢 王教授呢 当时他已经年事比较高了 并且呢身体呢还不是特别好 也患有多种疾病 在他的这个鲁区美食学院的化石里边呢 就是打起了高三米 宽将近十米 除了这个 呃 跳板以外呢 还有这个会化用的这个呃 台阶 经过将近半年的时间吧 重新的创作 把这幅大写的这个巴女头江的这个国画呢 制作完成了 如果说第一幅巴女头江 使王胜烈 激压在心底三十年的情感瞬间迸发 在经过几十年岁月沉淀之后 我们眼前的这幅巴女头江 则体现出了一种安静的力量 我父亲的那个书已经是七十多岁了 七十多岁以后 就一个老人 他对国画当中这种线条的把握和理解上 一和三十多岁的 这样一个年龄的这种差异 我想这个书呢 他更为沉稳 更为理性 还有对景物的 这些后边景物和江水的这些描绘上 他都是反映了 他那个时期的 在国画的这种风格的这种 逐渐演化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 肯定的一些 语言形式 这样一件特色 近半个世纪的时光过去了 王胜烈先生的这幅作品 依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这幅画时代的著作 承载的是画家的内心 更是中国人物化 向前发展的动力 好的 看过短片我们了解 这个王先生的创作历程 一种题材 多次创作 这种现象在我们这个美术史上常见吗 这个还不太常见 是吧 不太常见 一般情况下 第二次创作的话 就当时那种热情和激情 就不如之前那么强烈 所以一般情况这种不多见 和刚才我们讲到那一幅作品 这两幅相比而言 您觉得您更喜欢哪一幅 我还是更喜欢第一幅 第一幅 因为第一幅 一是 那是王先生那时期 那个正在年轻力壮 从精神上 从那种状态上 肯定是更好的一个时期 再一个就是 他那时候画这幅作品呢 让人感到一种朴素朴实的 那种 都是服于这一主题 因为再重复的话 肯定你的情感 就不像第一幅 来得那么猛烈 所以第二幅 再创作的话 可能这些东西 可能要 我感觉 可能又要弱了一些 张老师您呢 我觉得从构架上 第二章有可取之处 就是第一章巨像 人物天头地角 流边不多 他凝聚在这八个人物 但你注意看 第二章 他这个像一个全景画 他在中间 他把天空和河流都画出来了 这个前面河流的 那个滚滚的浪和湍急的画 剧里文化大师也特别节目 炮火中前进 让我们翻开画卷 找寻画卷里的记忆 八个人头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了 那么特别有趣的现象是 不光是王先生 他在自己这个同一主题上 进行过多次的创作 而且我们的画家们 对这样一个共同的主题 也有不同风格的这个创作 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来看一看 还有哪些精品 这幅描绘八女头将的作品 是一幅油画 在中国美术学院 全山石在驻族宁望着 他创作的这幅中华儿女 八女头将 和王生烈先生创作的不同 这幅油画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瞬间的凝固 我是跟他不一样的瞬间 我的瞬间不是他没有头将 他已经在讲上 他们已经是一个英雄 是这么一种 一种纪念碑诗的那一种 那种心愿 环球体象征性的那一种言 来表达这个八女头将的这种精神 八女头将的精神怎么表现 全山石说 他创作之初并不知道 后来他自己真的走进江水里 去体会了一回 当水漫过自己的膝盖时 全山石说 什么都忘了 就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 那一天 我好像感觉到我也要被洪水冲走 这种感觉 在那里面走的时候 感觉到 自我感觉的英雄的气概 我必须要走出去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人家 这英雄完美的形象 我所表现的是他们的精神 是他们的力量 全山石坦言 想要超越王生烈先生的八女头将 其实难度很大 但对于全山石而言 他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 希望画出一种英雄的力量 中华儿女 对党 对人民 那种策探自新 那种应用不去的精神 所以我用这个角度去画 并且在生活当中 也是那些企业 都帮助我去深入了解 英雄世界 两位老师看过这个短片以后 看过这两种画风 表现同一个题材 有什么样的感受 全山石先生这张作品 他可能是画的一个瞬间 这种瞬间可能是一个定格 他并没有描写一个具体的过程 场景的描写也不那么具体 也不像第一张那么具体 再一个他的试点 它是一种仰视 群像仰视 本身就给人一个充高感 再一个他用颜色 背景红色 红色当中还有那种 云雾翻滚的那种感觉 红色它就是一个象征意义 它不是现实当中的 我们一个天空的一个颜色 它有一种浮雕感 浮雕感 它既然仰视就有一种 它凝固在那一刹那 就和生命诀别的时候 那一颤呢 眼睛里投射出来 我觉得除了有 视死如归的眼神 也能看出对家国的一种爱恋 我应该不同的画家 不同的时代 来创作同一个题材 都有不同的角度 都有不同的他们个人的理解 和要传达的这样一个信息 《八戎头江》呢 是东北抗连 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英雄集体的一个代表 他们的生命远远没有停止 会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从赵一曼洒满热血的 哈尔滨伊曼街 到静雨陵园的 杨静雨烈士雕像 白山黑水 抗连英雄 仲才刻画英烈的画卷 有着怎样的精彩描摹 马上带来 东北抗连还有一位女性的形象 也是深入人心 那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赵一曼 我们找寻着赵一曼的故事 首先来到的是 这条位于哈尔滨南杠曲的伊曼街 这条街建于1921年 哈尔滨解放后 市人民政府改称伊曼街 如今防华的伊曼街 在曾经却洒满了赵一曼烈士的鲜血 他被捕 养伤 逃离虎口的历史 都发生在这条街上 赵一曼他是我们东北抗连当中 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位 抗日年有女英雄 可以说赵一曼的名字是响彻全国的 赵一曼与其他革命烈士 游走不同的 他从小是出生在一个 非常富有的大地主家庭 那么后来赵一曼看到国土沦丧之后 他毅然地又抛弃了这种生活 然后离开家乡 投身到革命动作洪连当中 说起东北抗连里的女英雄赵一曼 于莲蓉介绍说 在这片白山黑水的土地上 有位深扎在这里的画家 名叫赵华盛 他创作出的赵一曼形象 一直是自己的最爱 赵一曼呢 我这进行很详细的研究 因为呢 当时我们在 在国外画这个画的时候 美术界在 有些抗连体制是很多的 在全国应该属第一位 他丰富 第一个面前是这样一种态度 所以最后我说一定画他 画他我先画主的画 画主的画 我的画别的画 和以往我们在画中看到的赵一曼的形象不同 赵华盛陛下的赵一曼 是一个平静 但又充满力量的战士 我把他放在敌人审讯场 多次审讯 要受刑 受刑法 基本上你从来用的形都用了 都熬过来 你可先建议 所以要是表现的兽形啊 表现的什么都不典型啊 那都表现过了 所以我就用表现他的精神面貌 精神面貌 就是把他做一个山 做一块石头去画 他就稳稳地做了 一块岩石 岩石 脑袋是风 两只手和腿放在一串 就是底座 实际就是一种山 在这个审讯过程中 我们可以想象到 当时敌人用钢针 死罩里满了伤口 用烧红豆的烙铁去烙它 用辣椒水和掺着小米的汽油 往赵一曼的嘴 鼻子里灌 我们知道 这个小米粒和汽油灌下去的 是一个细小的小米粒 但是等到赵一曼喷出来的时候 几乎都变成了 黄豆大小的血厨 赵华生说 赵一曼有着纯净的力量 厚重的力量 坚定的力量 这是共产党人的品格 视似如归的精神 汽油灌下去 就什么都不败 不败 生命都给你 你也啥不啥 人都不怕死 人就不一样 就纯净了 凝固历史 也就凝固了多种历史元素 对于赵华生而言 他所创作的 不是一个个英雄形象 也不是一个个典型人物 而是要让人们从中找到自己 我们心目中 英雄形象是那样的一种高大的 是一种神圣的 但是在赵先生表现的这个话当中 或者是从他的这样一个认识角中 他就是把赵一曼描绘成一个 普普通通 平平实实的一个普通人 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人 但是普通当中 能体会到他那种坚定的信念 你会更加佩服 如果你真是画成一个高大上的 可能让人看起来不会那么真切 不会那么更感人 这种普世当中见真情更感人 张老师跟我们也讲一讲 赵一曼烈是他的英雄事迹 我最近在看那个东北抗炎的片子过程中 我也翻阅了一些资料 审讯赵一曼的当时的位子手 或者是监狱里的这些日军女 他用电烙 他都最后我们的公开材料都没有说 他烙到了赵一曼身体最软的部分 作为女性多么疼啊 最后他坚持就是不祥 最后敌人想出的办法 给他送医院治腿伤 他的腿伤中了枪弹 这样在治伤的过程中 他对看护他的狱卒 医院的这个监护人是个中国人 他就给他小以民族大义 居然说动了他 最后帮助他逃出了医院 但是不幸在路上又被敌人的追兵发现 又给抓回来 这次敌人更残忍 给他医好的腿伤 又给踩断 多残忍呢 但是赵一曼始终兼真不群 不出卖组织 不向敌人屈服 最后日本鬼子拿他没有办法 给他押到当年战斗过的珠和鞋市中 但是赵一曼临行前呢 非常坚定 他这样子整个唱着一首红旗歌 然后面对敌人 他叫我们疼到 我们讲述赵一曼之后呢 还有很多战斗在我们东北抗连 抗人一线的很多的这些个英雄们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翻开画卷 来寻找另一位 他的敌人都会在他的遗体面前 脱帽敬离的战神 杨敬宇将军 杨敬宇 东北抗连的领军人物 率领东北军民 与日寇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 他在冰天雪地 淡尽粮绝的紧急情况下 最后孤身一人 与大量日寇周旋战斗 几昼夜后 壮烈牺牲 这些年吧 老在说杨敬宇精神 抗连精神 我琢磨过 就是所谓的抗连精神 我就会总结了三句话 民族自尊 爱国情怀 坚持不去 就这三句话 而且杨敬宇都做到了 因为他意识到什么呢 就是说 只有你举起了这个抗人大旗 才能向一本人 向前路证明 中国人是不愿意做奴隶的 在敬宇陵园的一个藏馆内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画 在冰天雪地里 杨敬宇将军身负重伤 靠在一棵树上 拿起手中的武器 向敌人射击 表情痛苦而争鸣 我们找到这幅画的作者 王铁牛 我创作杨敬宇将军训国 但是在2005年 也就是十年前 我想杨敬宇将军 对于中国人来说 就像抗连的八年头江的这些女英雄一样 她的事迹 那种爱国主义的情怀 我想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而且是几代的中国人 都会对这样的一些英雄 我想都是不应该忘记的 为了让杨敬宇将军的形象更加生动 王铁牛亲自去搜寻资料 找衣服 找鞋子 自己站在冰天雪地里 体会杨敬宇当时面临的情形 我想反映的就是 他中弹那种 在牺牲前的最后一刻 还在还击 还在射击 他把那个仇恨的子弹射向了敌人 宁死不屈 中国人的一种抗争精神 就是表现杨敬宇将军 我所理解的杨敬宇将军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才是作为一个爱国志士 他所应该表现的那种精神 在今天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内 有一尊杨敬宇的雕像 蚕天大树板笔直地站在那里 而对于于莲蓉来说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 还是杨敬宇将军牺牲时的照片 其实在我讲述杨敬宇的时候 每每看到这样的图片的时候 心中都是一种怀念和感动 当时杨敬宇的眼睛好像微微张着 嘴的形状好像是在继续呼喊 当时他的脸颊已经是冻伤了 那么我们后人看到这种情景之后 我们心中除了怀念感动 更是对他心生崇敬之情 看来王先生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 也是充满这样的一种情感 来绘画杨敬宇将军 您对这幅画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杨敬宇现在是一张创作的 就是通过画面就能感受到 他说他这个场景 完全是还原了一个历史的真实 一个场景 然后他的那种严寒 那种雪地 那种临海 雪原 那种感觉 也如实地描绘了东北白山和日间 那种山山水水那种感觉 最让人感觉到不同的 我感觉它是主观的布光 它就是一个主观的 一个神对地狱主题 设定的一个特定的一个光线 光源 曙光 曙光刚刚升起 刚照到一半 照到他身上 这是一种象征 一种暗示 我们的革命即将成功 就是如果不是自己充满情感创作 和任务性的完成 这样一个题材创作 它是完全一样 张杰老师还是给我们来讲述一下 杨静宇将军 他作为一个战神 我们心中永远的英雄 他的英雄是金 杨静宇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非常著名的一个高级指挥员 这个我们知道东北抗日联军特一个发展过程 杨静宇担任第一军的军长 监政委 他最感人的除了特别会打仗以外 他在南满 他和敌人周旋 被敌人为之丧胆 所以是非常害怕的 听到杨静宇都是非常害怕的 杨静宇最感人的是 他最后在敌人的围剿讨伐的时候 被困五天五夜 但是找到他时候 敌人最惊叹的时候 就是挖开他的腹部 抛出他的胃 没有一粒粮食 只有枯枝和野草 敌人都为之震惊 自己的对手是如此强大 这是杨静宇最感人的这个 他真的已经不是一位普通的这个革命战士了 他是一种神的形象 你看这个自然条件恶劣 东北的零下几十度 生活条件很艰苦 也没有粮食 他们为了抢粮食都牺牲多少人 所以真的是了不起 这些个英雄的这些个战士们 他确实是坚持了十四年之久 这个抗战了不起 敌我这个战斗力量这么悬殊 自然环境这么恶劣 那么我们的摄制组呢 也寻找到了一个组画 这个组画呢 就是一幅一幅 我们展示了当年 抗连战士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也对我们揭示了 当时抗连战士他们的生活场景 来一起看一下 抗连组画是2001年开始创作的 当时组画设想是要画八幅 其中有家园 倭寇 生存 战斗 还有这个牺牲和胜利 就是这样组合的 和众多画家一样 圆武也经历了大复告 查史料的前期准备 而当真正开始落笔创作时 圆武推翻了自己原来的设想 凭自己的感受 把生存作为整个组画的第一幅作品 后来我就 有人问我为什么第一幅画生存 我说对抗连战士 战斗啊 宣传都不重要 生存是第一位 有这么多人带着这种不当王国奴的一种这个坚定信念 在生存 就是想活下来 就是想告诉你们 我们是不能做王国奴的 我们是热爱这个民族的 最艰难的是东山省的抗连战士 他们是最艰难的 为什么东北这个地方 就是日本投下了重兵 关东军的主力 始终保留了几十万人 在东北 所以这地方能够坚持下来 真的如果我们有非常坚强的意志 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你孤悬在东北 在生存老龄之中 没有任何的一个支持 所以他们是最不简单的 这个比华北啊 或者是华中和华南的迭后关注地 还要困难 所以东北抗连他们是一种 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了 越是走进历史 越是触动艺术家的心灵 如今的原武 在讲述画作时 显得很平静 他说 没有什么特殊的节点 这些就是深置在我内心的动力 如果今天回头看那个作品 可能是在技术上 也许会说 再有画什么样的补充 但这样的构思 这样的画面 我觉得 仍然是这个 达到了我的追求效果 所以画这幅画 作为一个艺术家 我只能做到这一点 让人们永远记着那些 为抗战献身的 牺牲的 做过贡献的每一个公民 这一组抗联的组画 给我们揭示了抗联战士 他的战斗和生活的场景 因为我看到原武先生这个抗联组画 就是 尤其他有一副叫生存 就是首先要活下来 活下来才能和敌人再继续战斗 我觉得他这个组画的三个主题 非常凝联地表现了抗联战士的一个 当时的一个状况 你想生存 抗击 牺牲 这个曲线 非常真实 因为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最主要 是和人民有雨水关系 他才能生存 由小到大 由弱变强 就是人民的子弟兵 有人民在后盾支援 可是东北抗联到最后的阶段 就日本挖空心思想出了 就让你和人断绝 和老百姓断绝 他们是在和大自然做斗争 在人的生死极限上做斗争 这三个关键词 三个主题 应该真的就是我们东北抗联战士 他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三个连接点 对 他们为什么生存 为什么抗击 最后为什么牺牲 这是三个最基本的点 构成了一幅 我们东北抗联战士的这样的一个画卷 谢谢两位老师 今天帮我们一起来解读 我们也是通过三个纪念碑 来翻开了一个个画卷 把我们东北抗联的英雄们 他们的战斗故事们 一一地展现出来 应该说是我们这些革命先烈 这些英雄形象 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是我们心中最可口可泣的动人的故事 也是我们艺术家们 我们画家们 最浓墨仲采要表现的题材 我们寻找画家里的记忆 仲采英烈就到这里了 希望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军旅文化